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吃小妹 我是花姐 本期的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吃的 一起打开看看 打开呀 四三盒生日面 看看这红红的盒子 还有可爱的福猫 哇 一脸幸福的感觉呢 想着这面肯定特好吃呢 我要打开看看 嘿 这面好神奇啊 你看 生日面 顾面诗意也是藏兽面呀 哇 快看看 这面可是像蚊香一样 一串一串的卷起来的呢 哇塞 不知道它有多长呢 能倒出来不 哎 能倒出来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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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看吧 好神奇啊 感觉这面好劲道呢 看 像艺术品一样的面条 像艺术品一样的面条 哇 我给做塞尾尔 做耳环 厉害吧 哇 我得把它拿去煮了 才能知道它到底有多长呢 这面简直绝了 朋友们你们看到没有 你看 它好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还是赶快拿去煮吧 我要去煮面咯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哇 面已经煮好了 祝我生日快乐哦 哇 哇 这面好长 都不知道该从哪吃起了 哪吃头呢 还是先吹蜡烛吧 来来来 擦上来 它咋又亮了呀 没事 反正不影响我吃面 来来来 我得找到那个头呢 头找到了 哇 特别想照亮一下 这面到底有多长 我的天哪 差点掉了 这面特别的劲道 而且那口感呢 一点小麦的味都闻不出来 太好了 看 看看这个面的真声 它上面刻满了生日蜡烛 还有生日快乐的祝福雨呢 哇 这设计也太用心了 好暖心啊 吃着这样的面条 简直感动得要哭了 嗯 生日面即是长 长寿面 哇 我的小心肝啊 我生怕它掉了 所以吃的时候多小心翼翼啊 嗯 这面质啊 特别的细腻 我刚刚就放了一丢丢盐 放了一点青菜啊 觉得这味道特别特别的好 嗯 生日的时候 来上这么一碗暖心的长寿面 哇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感觉整个生日都升华了 对不对 嗯 而且吃长寿面 还是中华的传统习俗呢 嗯 你们吃过没有 嗯 哎 这辣子该吹了 它怎么老吹不灭啊 吹灭了 嗯 接着吃面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嗯 这面啊 吃在嘴里 暖在心里 再看看这小波底 波底猫呢 它其实是招财猫 有着招财纳福的寓意 也是为人们送去 幸福安康的使者呦 你看看 面在里面 看着这样子 就觉得特幸福 特喜庆呢 嗯 我非常的喜欢 感觉面啊 吃在我的嘴里啊 感觉特幸福 哇 好像把我以前 没过过的生日啊 今天全部都给补回来了 哇 太满足了 唯一我有一点好奇的就是 这面到底有多长呢 哎 你们好奇吗 好奇的话 那我就来掌量掌量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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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经过我精准的目测 估计这面啊 应该有好几米吧 可能是我身高的好几倍呢 嗯 嗯 要去说这生日面呀 我觉得就它了 以后我每年过生日 我都要吃它 你们这种没有 海贝波底的生日面 超好吃哦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生日面 长寿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它到底有多长呢 你们知道吗 可以留言告诉我 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